两岸清华创新团队互相切磋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2016两岸清华研究生学术论坛 于19日在新竹清华大学登场 为期两天 今年论坛的主题为 以人文科技打造三创未来 因进来两岸创业新盛 特别增设创新与创业交流环节 我们这个其实是第六届了 就是两岸清华研究生的学术交流 一年在北京清华办 一年在我们这边办 今年就是我们来负责 所以在发想的时候 第一就是创新创业 这当然是这个时代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差不多是这十年来 学校也特别推动的 那我们贺城校长上任以后 特别把我们的这个清华的 住宿书院里面 载务书院呢 也作为一个创新创业的base 然后在我们的研发处 也有这个产学研究总中心 也是强化这个产学合作 由新竹清大与北京清大 各派出四组顶尖的创业团队 交流切磋 第六届两岸清华研究生学术论坛 5月19日在国立清华大学揭幕 那这一次我们以人文科技 人文科技来带动这个三创未来 这个题目 作为我们的母题 我们带动我们六个子题 这个设计由两岸清华的同学 共同这个发想设计出来 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 那借由我们这一次的论坛 希望在这几个主题上面 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知识 进一步的能够具体化 落实化 到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方面 那目前呢 创新创业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 大学生呢 更是这个大众创业万筑创新的一个准备军 那么如何进行创新创业的教育的问题 就显得尤为迫切 这些年来呢 北京清华呢 重点打造了兴趣团队 创合空间 XLive这样三个的这样的三创平台 我们也希望呢 思想的碰撞能激发灵感的火花 学术的交流呢 能创造崭新的可能 希望呢 这次两岸论坛中的 我们两岸的清华学子呢 能够收获心智与灵感 收获快乐和友谊 除了传统的论坛形式外 还增设创新与创业交流环节 除各自报告创业理念 还要对其他团队提出改进建言 课程学习里面慢慢自己自发 长出来的一些在地的文创事业 比较是文创 而且很强调在地 那它跟地方文史做比较大的连结 还有关怀我们台湾当代的 譬如说食安的问题 然后怎么样可以把它们连结起来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 就是说这个阶段 我们发展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2016两岸清华研究生学术论坛 各大专院校合办研讨 交流活动已十分普遍 但两岸清华发展有深厚历史渊源 两校合办学术论坛也更具意义 秘书处采访报道 这一段时间就能复杂论坛